模擬獨災時環保人員的佩戴裝備與工作項目 去年參與環境保護職人體驗工作方的學員陳小姐 興奮地說著課程感受 並且還想預約今年的工作方 知識環境部為了提升全民環保意識 並了解環保職人日常工作開設的工作方 今年即將展開 邀請民眾來報名參加 其實在參加之前並沒有特別對這個議題有關注 那時候是在下網上看到 那感覺課程非常的有趣 而且想說是免費所以就參加了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穿C級防護衣 因為比較好穿戴 那剛剛然後我們每組會選一個人 然後穿這個A級防護衣 因為穿的過程比較繁雜 就是其實蠻複雜的 因為像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包緊緊 而且都要用像這個膠帶都要黏起來 避免那個空氣的那些轉物會進入到我們體內 然後造成還要穿戴這個面罩 那讓我們比較不會受影 對 這個虛擬體驗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虛擬 那我們可以實際的操作到訓練的人員的一些過程 那我們會透過搖桿操控還有無線電 然後進行破關任務 那我們就需要做溝通和分工這樣 那今年是以石虎為主題 那首先我們會在那個獎廳那些授課 告訴我們關於石虎的一些屬境啊介紹 還有一些困境等等 那接著我們會他們會告訴我們在那個科博館內呢 有三隻的石虎要我們去尋找 並觀看他們的內容 那我們最後要設計一個教案去做發表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因為參加這個會有不同的年齡層 還有不同的職業 所以大家可以互相討論 出不一樣的結果 現在的環境保護大家的意思都很高 那我們希望大家一起跟政府來發揮所謂的環境行動力 所以我們這個工作方就是希望大家來了解我們的環保職人 就是包括執行環境機查的 執行化學災害應變的 還有執行環境交易人員 他們日常是怎麼樣來做環保工作 讓大家能夠了解 而且能夠一起來推動 那期待 其實我們也期待很多年輕學子 未來可以投入這樣的工作行列 因為環境不成立 我們需要很多人力大家一起來幫忙 所以我們希望多的以後多的青年學子 可以進入這樣的領域 工作方針對環境教育 環境機查 獨災防救 三項職人體驗 開放全國有興趣的民眾報名 一窺環保人員工作現場奧秘 同時了解正確環境保護知識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讓大家能夠一起來發揮環境的行動力 因為我們常常在外面看到 有工廠排黑煙 你也可能看到汽機車排黑煙 或者你看到河川怎麼會有污染的情形 或者有看到廢棄物隨意廢製的情形 而且很多人都很關切這樣的議題 那環保不能負責都是這樣的管制工作 那或許透過這樣的活動 大家瞭解說 環保機關人員到底是怎麼樣來處理這些 大家關切的環境課題 那也透過這樣的方式讓大家理解 我們環保人員事實上 他的日常是什麼運作的 怎麼運作的 那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 三個不同領域 我們這次的工作方案的安排 那第一個是國立自然科學博館 可能在座很多人都去國立自然科學博館 那裡面有很多的自然科學的東西 可以讓你學習 那可是假如你沒有透過一個環教人員 告訴你這些事情代表什麼意涵 你可能不會完全理解 所以我們事實上透過這樣的方式 讓環境教育人員 也就是他們有這樣的專業 那透過他的很多的方法 那這些方法包括透過標本 劇本 然後導覽解說 讓你更為理解這些環境的議題是什麼 那目的是這樣子 那另外在這個課程裡面 當你踏到科學館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這些環教人員 就會讓你知道一些 你可能之前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那他會用一些很多的活潑生動的方式 讓你理解環境的問題是什麼 那透過不同的方式來抓住大家的目光 那所以假如有志成為環境教育人員 事實上都會看看他們是怎麼運作的 那事實上是非常有趣的 大概是這個是第一個環境教育的部分 那當然還有它裡面還有一些 我們在這個設計裡面 還有因為2050近零碳排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國家政策 所以我們有個專屬課程 讓大家以近零綠生活為一 來運作我們這樣的環境教育 那包括議題分析 讓你了解環境到底 人類對地球環境到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那還有透過桌遊的方式 然後透過走路DIY的方式 讓大家體驗一下 怎麼來了解2050近零碳排 第二部分是環境稽查 就剛剛有提到 可能關切空氣汙染水汙染被汽入的問題 那還有包括化災的問題 因為很多化學物質 萬一產生災害的時候 怎麼來應變處理 我想大家都很關切 那所以我們事實上就在環保局的部分 透過環保的稽查科 他們很多都第一線的執行人員 他們怎麼樣來執行這些的管制工作 讓他們能夠理解 那他還會提到很多我們的科技執法方式 因為現在一個科技的時代 很多的科技的方法 會讓那些污染者無所遁形 那第三個部分是毒化災 我們會在新北市消防局的緊急應變學院來辦這個事情 那我剛剛提到大家對化學物質災 大概可能會非常的擔心 萬一出了問題的時候 那我們再瞭解這些 護理第一線化災人員 他們是怎麼來處理的 那這邊大概也跟著講 化災人員不是一般的消防人員 當然我們化災跟消防要合作 這個是必然的事情 那我們這個目的就希望讓學員去體會 毒化災他們是怎麼運作的 化學物質他們是怎麼管理的 那還有模擬任務怎麼來穿 中間的客人叫你怎麼穿那個防護衣 那防護衣有很多等級 一個很容易穿的 一個是很難穿的 要穿蠻久的 所以就要經過練習 為了鼓勵民眾參加 各場次報名前20名者 或成功推薦朋友參加活動 就可以獲得鑿鳥禮 推薦禮 課程全程免費 生動有趣又多元的體驗 歡迎大家來報名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